我自己的人生道路里面 我是真正知道经典的力量 所以我整个的人生方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追求经典化的人生 什么叫经典化的人生 就让经典的那些思想 真正灌注到你的生命里 在你生命里体现出来 把自己的生命变成一个在当代世界里 经典里面的精神和思想的一个呈现的过程 这是我的一个一生的态度 读书根本在于专精 最根本影响你的塑造你的 其实往往就是那么几本书 我有一个比喻说人生需要矛 就好像你在惊涛骇浪的大海当中 那你什么东西才能矛定你的人生 那就是压住你人生 给你人生一份量的那几部经历 那某个人呢 就影响最大的 就是在我的成长经历里影响最大的 第一本是庄子 第二本呢是论语 如果让我给同学推荐书 如果只推荐一本 我就推荐论语 这个书绝对是应该每个中国人 伴随终身的一本书 此外呢就是传习录 这是我念研究生的时候 我入手处呢 实际上就是学阳明学 那学阳明学 当时就是反复读传习录 传习录对整体上对我影响得非常非常大 我的整个学术的生涯当中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是陈来老师的 《有无知境》 《王阳明哲学的精神》 那么《有无知境》这本书是整个我从一开始进入中国哲学做研究的时候 从方法到对待经典的态度 如何解读经典 如何结构自己的思考 那么如何写作 包括写作的形态对我都有影响 不同的书一定要有不同的读法 你比如经典的阅读 你就一定是以对待经典的态度来进行研读 朱子在《孟子叙说》里面 他就讲 他说你读孟子和读论语 那都得是不同的读法 他说你读孟子 你孟子必须熟读 他说论语却不一样 论语必须冷看 所以熟读冷看 就是有很大的区别 在阅读《伟大经典》的时候 就是极此来打开自己 真正的去聆听那种思想的精神的志愿 让这个阅读成为提高自己的力量 张旦年先生有一句语话 这个话是出自史记 八个字 好学深思心知奇异 原来陈老师说这是我们做中国哲学研究的八字心经 我也希望这个年轻人们也能够认真真地去思考这八个字 真正地走向有阅读的人生 并且让这样的阅读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 经典本文句子就像种子 种在心里它就会生根发芽 每隔一段时间就长出一片新的志愿来 人逃不开四个字 水落石处 时代泡沫涌上来的时候 你看着很多很热闹 等到退潮的时候 剩下的一定是真正的那个坚硬的 自立的 恒久的 这样的东西 人不能让自己的生命比时代的泡沫灭得还好 只有真正深入到自己时代的人 他那个对时代的具体感知才是真实鲜活 也只有能够超然于时风之左右被影响的人 我们说灌四季而长青 才有所谓君子人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